Hello大家好,我是Beggy 那今天呢,我就要拍到给大家看 就是,你看一下我这个是Steam Ray OK,它真的真的很喜欢这样子玩的 它基本上每一天它都可以这样玩的好几回的 所以这一次我就要给大家介绍看一下 为什么我的Steam Ray可以这样子玩 每次会问我们,这Steam Ray到底是趴着的咧? 还是这样子的? 那其实上,Steam Ray它很喜欢这样子玩的 可是也不是每一只啦 有一些的话呢,它就喜欢趴在缸底下 像我这一只呢,基本上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它这样子玩的 所以大家一定很想问的啦 Steam Ray有嘴巴吗? 有,这个就是Steam Ray的嘴巴 看得到吗? 这个就是Steam Ray的小嘴巴 那这边呢,就是它的性器官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看Steam Ray是公式母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它的性器官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Steam Ray呢 这个是它的嘴巴 所以为它吃的话呢,我们就会把食物放在这边 那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小小呼吸口 你可以看到它在呼吸,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 开关,开关 对啦,它的腮啊 我们所谓的腮就在这个部分 其实马上很难看到这样子咧 你的那个魔鬼是这样的 走来走去 so,你先看到我们的魔鬼鱼的话呢 我们这样子看呢,它是非常健康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你看它的身体 这里,这个部分 我们看这个部分 它是肥胖的 它没有勾进去 勾进去就是说 瘦成这两个骨 这边有两个骨跑起来 的话呢,就是太瘦了 那么你我们看一下它的尾巴 它尾巴这边的话呢 现在目前它的针呢 之前剪过了的啦 所以它现在慢慢的在恢复当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只Singray呢 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 你看这一只 哇,它也是在那边疯狂的 开心的游泳中 所以你看它在漂浮着 基本上Singray最好看的时候 就是它这样子漂浮着 可是,不是每一只Singray会这样子漂浮啊 如果它心情好,它就会漂浮给你看 你看它就是这样漂 对,很少有Singray可以拍到这样漂浮 所以我赶紧的给大家拍上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漂浮的Singray 是怎样游泳的 诶,没错 这一只的话呢 我们是叫做 Black Pulse Batinium OK,Black Pulse Batinium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就每次这样子摇摇晃晃 摇摇晃晃一整天的 OK,有时候呢 我们买Singray的时候 你一定不要好奇啊 为什么我的Singray 如果你买回去 为什么它只在趴在雨缸下面 不要伤心 它只是喜欢趴下面 可是 有些呢 就会像我这两只这样子 拼命的游泳了 它们真的很喜欢移动 就是这样摇来摇去 摇来摇去 很多人会问我 Singray如果今天它 养在下面的话 上面应该要养什么呢 我会跟你们讲说 养一条龙鱼啦 为什么会养龙鱼呢 就是龙凤沛 龙鱼住在上面 Singray住在下面 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漂配啦 基本上你还可以夹一些 巴粗啊 还有很多鱼你可以夹进去的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加法 就是上面龙鱼 下面就是Singray 它感觉看起来像什么呢 龙凤沛啊 或是有什么风水来讲的话 它们就很喜欢这样子 龙凤沛 这样基本上它们呢 用的吃的东西也非常容易 就是两个都吃鱼仔的 所以你上面可以喂鱼 下面也可以喂鱼 所以两个鱼都一起喂 你就不用担心说 上面吃一款下面吃一款很麻烦 这样子 基本上都不会 它们两个都是同款喂到的 所以你就可以一起喂鱼咯 买一个鱼的话 就一起喂鱼 这样今天你喂金龙鱼的话 基本上你很容易 就是把那个鱼丢 那个鱼丢下去 上面它就吃得到 可是 如果你要喂Singray的话呢 我就建议你要准备一个堆子 把那个食物夹下去 放在它的嘴巴上面给它吃 基本上你们今天看到这两只呢 是一堆的 有一公一母 一公一母啊 这里有一公一母 所以它们是一对的 所以它们一对的 然后你看它们现在很开心 一直游泳 一直游泳 你看 哇 这是最漂亮的时刻来的 我跟你讲 为什么它漂浮啊 很少看到Singray可以这么样漂浮的 真的很好看 OK 你看Singray漂浮的感觉 OK 往上 往下 往上 往下 而且 我觉得它游泳的游子真的很漂亮 我觉得我这只Singray真的是 水买到带回去真的是水赚到 因为它一直在漂浮的 你看 OMG 真好看 OK 你看它在漂浮 哇 哇 这游泳真的是太好看了 那如果你们要养它的话 要怎样的养法呢 基本上我们所谓的Singray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一套的Singray 我们就可以养了两到三只Singray 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这样子养着它们 让它们开心 今天就是给大家分享 我的Singray 一直游泳的Singray 因为很多人会问我 如果它Singray不游泳啊 这样子 基本上 是看那条鱼的性格啦 如果你养的够久的时候 它很开心 它就会像我的指甲子游泳的啦 好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按赞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哦 掰